你們大哥也高興攬 確定這是韓國瑜最後一場的告別演說嗎 因為他這一次現在的時間播出 他下台進入倒數計時 和告別演說好多場 這個告別演說其實就四個字 我將再請 很多人都以為說 韓國瑜時代過了 韓流過了 韓粉過了 沒有 我看到這個告別演說 我覺得非常好笑 因為又牽涉到我的專業 他講了譚世童的詩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這什麼話 譚世童是因為戊虛政變的時候 滿清要抓人 康有為良起朝逃走了 譚世童也可以逃的 他不逃 他說要我來死 讓國民知道說 為什麼你這個人願意死呢 可見我們要爭取的事情 是多麼的重要 這是什麼樣的精神 把自己的生命 來換國家前途的精神 你韓國瑜做了什麼 你這個落袍的傢伙 你做了什麼 所以既然拿這種話來 不知道是羞辱別人還是羞辱自己 然後又說對議長 很多很多惡毒的話 我告訴你全台灣全世界對 許昆元議長最惡毒的話 就是說他是狗熊 我告訴你 我們Google過了 所有Google裡面沒有任何一個人 說許昆元是狗熊 說許昆元狗熊的只有一個人 就是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很可怕 他一方面在批評仇恨與對立 他其實就是在製造仇恨與對立 從他被罷免開始 他講什麼 跟民進黨對立 民進黨害我的 都是民進黨的錯 然後跟媒體對立 尤其是非紅媒 媒體都是被收買的 然後他再講 他為什麼要拿許昆元 跟鄭南榮來對比 因為你要講譚士同 要講鄭南榮還沒想講得通 因為他針對的是 這個鄭南榮是台獨 台獨這件事情 喚醒他說 你看我們要跟台獨對立 我們跟民進黨對立 跟媒體對立 跟台獨對立 他其實就是在收攏 他快要潰散掉的韓粉 所以中國在台 統一產業鏈的代理人 他還是持續爭取 當然要爭取 所以我們剛剛我們之前講流扣 他就是還是個流扣 他這個流扣 他先把這些東西喊出來 表示說我還要再 因為流扣打敗仗以後就試散了 因為你的兵本來就是到處招來的 可是你現在打敗仗之後 你要必須說我還要再打 那這時候 他今天辦這個音樂會幹什麼 點兵 流扣點兵 看看我還有多少兵 我如果還有兵夠多 然後再賭他一把 再繼續流竄 所以他為什麼他要說 全省去巡迴 到這裡看看 他否認了 他否認 他否認這一陣子 他只說我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但是他還是會動的 他不可能就這樣甘心 就這樣死了 只有今天 今天不參加任何組織 不繳助黨主席 只有今天而已 是這樣子 但我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我跟你講過兩天 他提選舉 那個罷免訴訟 你都不要太意外 他的話能相信的話 那個東西都可以吃了 因為韓國瑜又喊出非韓不可 要他繳足黨魁 是啊是啊 所以沒辦法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在造這個事說 我還要再打 所以你知道流扣沒有那麼容易消滅的 太平天國在同治三年 南京城被鄉軍攻陷 一路流竄到四川貴州 到同治十一年 八年後才被幹掉 所以我告訴你 韓國瑜說不定還要再危害八年了 問題是韓國瑜你要認清現實 你搞了兩萬人在那邊 喊那邊激動在那邊喊 你在高興什麼 你有什麼好高興的 我告訴你一個數字 鳳山市罷免你的就有十二萬票 有十二萬人站在旁邊看 你那個被我罷免的市長 你們那邊兩萬人 還是從全國各地來 在那邊喊什麼東西 而且你真的有那麼多人 你凱叨幹嘛取消 你凱叨來辦啊 凱叨他為什麼取消 他凱叨他不去 不去他不辦啊 凱叨哥自己說不辦 所以現在大家在罵他說 被韓國瑜出賣 為什麼不去第一個 沒有人出錢 那個大概台子一千多萬 現在誰還要幫你出錢 誰還要壓在你身上 境外的糧草現在進入來了嗎 你知道我們高興的主頭 賠得多慘啊 對不對 這輸掉 輸了總值高達三百億 誰還要站在你這邊 所以誰還要幫你出錢 然後第二個 鳳山市的草地很小塊 你可以站得滿 凱叨哥南大道 你現在站得滿嗎 你還是這些人 這些人在全部搬到凱叨哥南大道 一小塊多難看啊 所以根本就算了 這會取消 所以我跟你說 韓國瑜 韓國瑜2.0 雖然可能會推出 但是會比1.0更糟糕 請大家千萬不要使用